洪爱卿 你把西部战区的情况汇报一下 陛下 西部战区目前正规军总兵力20万 预备一30万 家狱关到狱门关的总承债数量已经达到200多座 每一个承债有千人的规模 他们相互离得很近 大多数迁移过来的人都是在陕西甘肃走投无路的人 他们要么在这里得到了田 要么在这里养马 要么在这里修路或者经营小买卖 他们在这里形成一长条不算繁华的经济袋 甚至有人在这里结婚生子 目前在敦煌驻守的是曹文照 敦煌驻扎了十万大军 如果让你拿下吐鲁番需要多长时间 陛下 需要两年时间 这个两年时间是如何得出来的 用一年时间拿下哈密 载哈密屯兵 再进攻吐鲁番 用一年时间拿下吐鲁番 陈指的是彻底控制吐鲁番 如果阵指给你十个月时间呢 陛下 十个月时间 恐怕 现在是十月中旬 明年四月之前拿下哈密 四月已经冰雪融化 十月之前干掉叶尔枪汉国 在吐鲁番所有的势力 彻底控制吐鲁番 你回去准备一下 拿出一个方案 道士阵也会亲临至此 我们必须在明年十月之前拿下吐鲁番 那里有大量的棉花 陈尊指 崇祯十五年十月崇祯 亲率三万大军朝嘉峪关方向快速驶去 启禀陛下 外面有一个自称是007的说友 重要情报向您汇报 让他进来 启禀陛下 我在两个月前得到了消息 叶尔枪汉国突然在吐鲁番聚集了十万大军 有小道消息说是叶尔枪汉国的大汉 要为他的包地苏里堂报仇 我派人走了一趟吐鲁番 十天前送来的消息 证实了吐鲁番的大军 并且这支军队是从叶尔枪汉国王城来的 这个消息很重要 朕这次过来就是要尽快拿下吐鲁番的 我有对吐鲁番做过一次情报渗透 西北的准嘎尔布在两年前被打败 叶尔枪汉国趁机北上 占领了准嘎尔布不少地盘 实力大增 现在正在不断向吐鲁番增加兵力 十万大军可能还只是开始 西北的情况现在可有更加详细的消息 的确有更加详细的情报传来 但是我还没有去核实 所以不敢上报 你说来听听 西北在三年前一直多方势力作战 瓦剌蒙古和墨北蒙古 听说还出现了女真人 罗斯人也趁机南下 以墨北蒙古获得最终胜利 准嘎尔布溃败 巧的是 墨北蒙古在两年半前离开西北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西北出现了势力空缺 先是罗斯人的一支军队南下 夺取了不少地方 后来准嘎尔布投奔了一耳枪汉国 汉国出兵驱逐了罗斯人 罗斯人并不甘心 依然常年有军队聚集在远准嘎尔布附近 罗斯人还真是狼子野心 东北想要 墨北也想要 现在西北也不放过 你先下去 好好休息 朕有空会再找你的 启禀陛下 最新情报 哈密目前有两万人 能够打仗的大概有一万左右 曹文赵 颜应援 赠给你们六万骑兵和三十门火炮 你们兵分两路进攻哈密 末将遵旨 巴雅尔 你听 是不是有声音 从前面传来 什么声音 我怎么没有听到 你仔细听 不好 好像是大批军队的马蹄声 我们快回哈密城 大人 阿布伦的大军何时能抵达哈密呢 当然是在最严寒的时候 那个时候敦煌的明军根本不敢出来 大人 我听说明军也有棉大一 棉大一 有我们这里多吗 大人 阿布伦的大军真的有十万吗 这还能有假 自从苏里堂战败后 大汉勃然大怒 若不是汉国在西北打仗 大汉早已亲征 他凭玉门关了 大人 我记得阿布伦是三年前到的图鲁藩 为何这几年他一直不提供打玉门关 现在突然说要攻打玉门关了 我都说了 前几年一直在西北打仗 自从和硕特部被明军击溃 准嘎尔布也受到了重创 瓦拉各部衰弱 大汉一直想要将疆域扩充到天山以北 原本打的很顺利 突然杀出来一只卡尔喀布 还出现了一批女真人 汉国大军在西北陷入被动状态 原本汉国已经从天山北部撤兵 打算休养一段时日便攻打玉门关 但后来又传出消息 卡尔喀人和女真人一去不复返 汉国又改变了策略 出兵天山以北和准嘎尔布打了一年多 才完全胜利 现在才有精力腾出来对付玉门关的明军 那岂不是我们的商人以后可以去天山以北去了吗 必须可以 现在那里的疆土都算是汉国的了 我还听土鲁方过来的人说 汉国在天山北边征集军队 从准嘎尔布里征掉 就是不知道征掉军队准备做什么 莫非是集结更多的大军 攻打明朝 有这个可能 现在汉国国力空前强盛 大汉有入关的雄心也不是不可能的 那我们现在作为攻打玉门关的先锋 事情成了 岂不是也都是立了大功 且不要高兴得太早 当年苏里唐进十万大军 折损在玉门关 明军并不好对付 而且当年瓦拉人二十万大军进关后 全军覆没 那此次阿布伦只增援十万大军过来 岂不是也不够 这只是开始 汉国正在快速调兵 明年年底能有多少大军抵达玉门关 还没有人知道 若是能打到关内 就太好了 我听说汉人的姑娘都特别漂亮 皮肤和丝绸一样光滑 要是能打到关内 我一定多抢一些 大人 有情报 我们看到了数不清的军队 正在朝这边快速逼近 哪里来的军队 有多少人 这个还不清楚 只见密密麻麻 全是人 一望无际 你们最好不要乱说话 否则我将你们的舌头都割下来 我们不敢 这都是我们亲眼见的 阿拉格八日 你速速领一队人马前去查探